之前带大家参观了一下Eucaly的太空望镜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意犹未尽呢 这期视频和你们聊聊一台望望镜是如何安排它的观测计划的 本期视频有粉丝福利 别忘了看到最后 我是宇正 欢迎收看我的科学频道 说到望望镜观测计划的制定主要分为两大类 一种是像韦伯和哈勃一样有申请制的望望镜 一种就是寻天类型 提前制定好观测计划 有专属科研任务的望望镜 我们先从第一种开始聊 虽然这种属于申请制 不过它的观测时间也分为了几部分 韦伯望镜就给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由于公众宣传做得特别好 所以大家对它所做的观测 印象都非常深刻 第一部分就是校正部署阶段 Commissioning Period 这是太空望镜 地面望镜 寻天望镜 几乎所有望镜都需要做的一个阶段 目的就是为了调试新设备 让它们达到设计之初的要求 你们可能还记得 韦伯在这个阶段做了一系列的调试 包括镜面的对焦 各个设备的测试运行 以及跟踪快速移动的目标 对转向功能进行测试 当各项指标达到要求之后 有些望望镜就会进入ERO项目 Early Release Observation 也就是初期科学任务的观测 这部分观测的目的 一是为了验证望远镜的性能 观测数据会立刻对公众和科学家们开放 让大家来熟悉这台设备所拍摄到的数据 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做公众宣传 让大家进一步了解这台望远镜的科学任务 这一部分的观测 就对应着韦伯发布的第一批全彩数据 还记得史蒂芬五重星系 船底座星云等等吗 还有Gaia发布的银河系最高清的全景图 这就是ERO部分所做的观测 给你们透露一个内部消息 Gaia过段时间会对公众发布一张全彩星云照片 虽然我没有看到那个图片 不过据内部人士说 细节非常震撼 接下来一部分是GTO时间 这部分的时间是为了奖励 对整个望远镜项目有贡献的科学家们 比如我之前的导师 就是GWSD的科学顾问 二十多年前他就参与制定了 韦伯望远镜的科学目标 不过在那个时候 韦伯望远镜还叫NJST 也就是下一代太空望远镜 被授予奖励的科学家 可以用GTO时间来观测 自己想要研究的目标 或者是区域 最后一部分 也是最常见的一部分 就是JO观测时间 General Observation 每个观测周期开始之前 各地的科学家就会对他们感兴趣的望远镜设备 提交观测申请 这部分内容包括了观测的目标 观测的时长 涉及的科学任务等 所有的申请书会经过科学委员会的审核 最终确定是否入选下一个阶段的观测计划 这差不多就是申请制望远镜 观测时间的主要构成部分了 当然有些望远镜也会有小的出入 比如像是事件事件系统下 所有的望远镜会在某一个时间段进行联合观测 或者有些望远镜需要快速响应 某些具有时效性的天文事件 例如噶马暴 从而打破原有的观测计划 下一步我们来聊寻天望远镜的观测计划 在结束了调试阶段之后 望远镜就会进入寻天模式了 这也是占全部时长最大头的一部分 根据需求 望远镜也会重新进入到调试模式 或者除尘除兵模式 寻天望远镜不接受个人或者机构的观测申请 因为有固定的科学计划 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 寻天是对全天所有的位置进行扫描 但是这个一个说法并不准确 根据望远镜的科学任务不同 它对应的扫描区域也会不同 比如像千度寻天Kids 它只扫描了1350平方度 天空中一块条状区域 对比全天4万多平方度 它其实只占非常小的一部分 再给你们来看一下 我们优克里的望远镜将会扫描的区域 它覆盖了全天三分之一的区域 由于我们是研究暗能量观测宇宙学的项目 所以我们会在寻天的时候 刻意避开银河系和黄道 这样就减少了核内天体 还有太阳系内天体 对寻天观测的影响了 像是太空航天器 寻天扫描的方向 还要考虑轨道因素 所以如何扫描 从哪里开始扫描 都是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虽然地面上的天文台 没有了轨道的限制 但是它们却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大多数的望远镜设备都是在南美 所以它们只能对南半球的天区进行观测 想要获取北半球天区的数据 只能建筑位于夏威夷的望远镜设备 类似于斯巴鲁望远镜 或者是CFHT的 像是PLUNK Gaia一类的望远镜 它们就是对全天4万多平方度的区域进行扫描了 这个就是来自于PLUNK扫描出来的宇宙微波背景 你们可能在三体电视剧中见过这张图 给你们科普一个小知识 这张图的原貌应该是这个样子 中间的区域是包含了银河系的 你们在电视剧中看到的这张图 实际上是抠除了银河系后的样子 当你下次再看到它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它不光代表的是什么还知道 它的数据是如何处理的了 Gaia在对全天进行扫描的时候 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扫描现象 这里我用这个视频来解释一下 青色的线代表黄道面 黄点代表太阳 黑点代表Gaia航电器的旋转轴 Gaia可以同时扫描前后两个方向 途中颜色代表对这个天区扫描覆盖的次数 你们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台航电器并不能均匀的扫描每一片太空 描到这里了就该给各位老粉们上粉丝福利了 虽然我说寻天望远镜在完成调试阶段之后 就会进入设计好的寻天计划里 但是万事总有例外事吧 像是Eucaly的这台望远镜 在调试完了之后就会进入ERO阶段 也就是早期科学任务的观测 拍摄到的图片将会立刻对公众发布 也算是望远镜宣传的一部分了 而我恰好是ERO项目的委员会成员 可以决定Eucaly的望远镜 在ERO阶段所要拍摄的目标 我们在前期已经征集了非常多的候选目标名单 段时间我会放出来让大家票选一下 我会将票选最高的几个目标天体 和我委员会的同事进行沟通 然后Eucaly的将会在今年年底 对这些目标进行拍摄 愿你们一个使用太空望远镜的梦 也算是给大家送的彩蛋了 但是具体的拍摄计划和拍摄目标 还要根据飞行器的轨道数据来调整 至于飞行器升空的窗口时间也是有关系的 后续我们整个委员会 还需要跟欧航局的轨道工程师们沟通协调 这些内容我也会持续发布在我的科学频道中 好的 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内容了 如果你们喜欢物理 喜欢天文 别忘了加关注 我是宇正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